来到第一次我们以利亚先知学校第一次所举办的联合聚会 那接下来我们感谢神 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吴廷牧师 好 各位弟兄姊妹 早安 那么这个是呢 我们这个最近呢 神就感动我要开始这样联合聚会 那么我们以前呢是把它录成这个录像 然后呢分给各分校 那么这个不管是这个所谓的查经也好 或是是主日聚会也好 都是用这样子的方法去做的 但是最近呢 神就跟我讲 他说你要把这些学校整合在一起了 那么所以说呢 这个神就跟我讲 他说你今年会更忙 我说没有关系 你只要给我好的身体 我就为你冲 为你拼 为你跑 直到我见你的面 所以说呢感谢主我们这样子的话 可以把好几个校区都联合在一起 所以呢我们这个聚会呢 不像上课一样 那么上课因为是对学校 报名注册的这个学生 那么至于这个聚会的话 我们不仅仅是给同工 还有弟兄姐妹 不管是全修的还是旁听的 都可以上来 那么至于外面的弟兄姐妹 要不要上来这边就看各分校自己来做主 是否让他们进来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是因为是主日聚会跟查经 所以我们是也是对外开放的 但是对所有的人开放是否 就看各校区的情况 那么这个由各校区的领导自己来决定 好的 那么感谢主 那么所以说呢 我想呢这是第一次这样联合的聚会 那么我希望以后常常有机会 可以在这个上面跟大家见面 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主日学 我们要查什么 我们会继续来查考 以西结束 以西结束 那么在过去的日子呢 我们有查考过这个启示录 那么启示录各个分校都有整套的这个录营 那么如果说新加进来的姐兄和姐妹呢 你们想要看启示录的查经呢 你们可以跟学校来申请 然后完了以后呢 我们又开始去查 神灵就叫我们去查单一礼数 那么单一礼数也完了以后呢 就查这个 主就说查以西结束 以西结束 所以说单一礼数呢 也有整套的录影在各个分校 所以说呢 要是需要的话 可以跟你们学校来去索取 OK 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不做别的说法了 我们就开始来 我会把这个圣经放上来 我们今天查这个 以西结束 好的 好的 那么以西结束呢 那么前面的这个 我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曾经讲过 它这个分成几个大的段落 第一个就是神 对以色列的一个审判的宣告 那么这个 为什么神要我们查这个 以西结束呢 除了它是一个大宪制束里面 其中一本以外 就是呢 我觉得跟现在的时候 跟季节呢 是非常相近 所以说呢 神先带我们查 启示录 就是要给我们末世的警号 那么再查单一礼数 那么单一礼数其实呢 也有讲到末后的情况 但是呢 这个以西结的时候 神就直接讲得更明白了 我要怎么样来审判 那么其实呢 从神开始警告以色列人 一直到以色列人被 这个由 以色列被赶出这个地 犹大也被灭了以后呢 这个其中经过好几百年的时间 神就不断的 一直拆派他的仆人 到以色列人当中呢 到犹太人当中去宣讲 神的这个话 宣讲神的审判 神这个拖了好几百年 到最后呢 犹太人呢 以色列人就根本就在说笑话了 就是说哎呀 不会审判了 以后还是一样 我们可以照样过我们的日子 照样过我们的日子 那最后审判真的到了 因为神是大有怜悯 慈爱的 他不喜欢按照他的这个 这个 他喜欢用他的审 这个这个恩典 向他的审判夸审 但是呢 神既然也是一个公义的神 但是他就不能 不得不审判 他是公义的神 就不得不审判 但是他不喜悦审判 所以他就是 为什么到最后 他差遣了他自己的儿子 耶稣基督 来到世上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叫我们应信 耶稣基督就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他就为我们开了一条 又心又宽又大的活路 活路 只要我们来到神面前 我们肯认我们的罪 他的恩典和怜悯 是够我们用的 那么所以 因此呢 我们在这个 但是如果说我们不悔改 不悔改的话 持续一直下去的话呢 这个就会有审判来到 那么这个审判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呢 如果说你看到这个约柜的话 你就晓得了 那么这个约柜呢 它这个木头呢 是由这个造假木 还有这个所做的 然后外面什么样 包了这个 这个用纯金所包括的 那么这个造假木呢 它是非常坚固的 而且从子不住的 从子不住的 而就是说呢 这个约柜又代表什么 约柜又代表基督的身体 基督的身体 它是非常怎么样 这基督的身体是非常坚固的 而且什么样的 这个毁坏的能力 是没有办法使它的身体 这个腐烂的 所以它三天后复活 而且呢 这个为什么用纯金打的一片 把它包起来呢 就讲到什么样的 这个主耶稣的内袍 是一个完整无缺的 没有裂缝 不是缝起来的 所以呢 在主耶稣被钉了十字架以后的时候呢 这个冰钉呢 就粘这个粘呢 就是说缅秋就是说 看谁可以得到这个内袍 因为内袍是一片 一整个的 没有缝隙的 要把它的外袍撕掉了 为什么撕掉呢 就是说呢 每一个人他把他外袍 一块布剪下来 可以用在 补在他们其他的衣服上 要是有布的话 破口的话 可以把它补上去 所以说他的外袍 被人家这个撕裂 但是内袍是什么 是因为是一块整的 那么就表示这个 第一个讲的纯金呢 纯金是软的 一个纯金呢 就是讲的神的一个生命 一个神的生命是丰满的时候 他是非常的柔和谦卑的 你怎么样塑造 你怎么样弄他的东西 他就会成你手中所塑造的那一块 就讲着神的手 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塑造 怎么说呢 在这个新约里面就讲到 什么样的 主耶稣基督也因为受苦而进入完全 受苦也进入完全 我不晓得弟兄姊妹 有没有想到过这句话 连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 都要因为受苦而进入完全 而进入完全 那何况我们在这个地上 我们本来就是不完全的 我们本来就是犯罪的主类 所以我们受苦呢 为我们自己的罪受苦乃是应当的 但是呢 很多基督徒认为 这个基督徒就是永远是承受祝福 我们在永恒里面是承受祝福的 但是怎么样呢 神允许在这个世上有患难 为的是没有要炼尽我们 要炼尽我们 那么也为的是叫我们知道 如何依靠主来度过我们的软弱 如何依靠主来战胜 这个仇敌恶者撒旦的这个诱惑 攻击和罪 所以说呢 这个神也允许各项的试探 来到我们当中呢 为他们是要炼尽我们 看我们对他的心是否真诚 看我们的信心是否能够被建立 好 所以说呢 那么这就是讲的 那么你看到这个约桂提言是赵甲牧所做 那么赵甲牧又是虫子所不吃的 而且怎么样呢 非常的坚固 而且用金睛包围 而且是包在一层 而且一片一块的金睛要打成了一片 就表示主的身体 主的生命不但是柔软谦卑 而是纯金的 没有杂质的这个生命 而且是怎么样的 是一整片是完整的 是完整的 那么在这个约桂的上面是什么 有基督博 那么基督博怎么样的 中间两个基督博相对而跪的那边 然后怎么样的 中间有一个宝座 那么这个基督博呢 用翅膀遮盖了这个宝座 也遮盖自己 那么我们看了圣经基督博有六个翅膀 两个是遮盖头 两个是遮盖脚 两个是用来飞行的 因为他们在神的面前 他们认为他们自己不配 所以说遮盖了头跟脚 就两个 那么他们在飞行的时候 耶稣什么样 圣灾圣灾圣灾 这在以赛亚书第六章 有看到说 遍地都充满了夜华的荣耀 那么这个基督博 翅膀对翅膀的时候 就把这个宝座就给遮盖了 所以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是主要是施恩的宝座 那么神在施恩的宝座上 就不看我们的罪 就不再看我们的罪了 因为有基督的宝血 已经遮盖了 所以说你看这个大祭司 在旧约的时候 一年一次 拿着这个主耶稣纪 拿着这个羔羊的血 要进到神的这个 至圣所里面去 不但为自己的罪 也为 不但为以色列人的罪 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 也要为自己的罪认罪悔改 若是他的罪被纪念了 他就会死在神的面前 因为那时候中宝还没有来 那个高 所以说你看 这个基督国既然用两个翅膀 遮盖了这个施恩座 所以说在新约里面 保罗的书信 就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 来到神的施恩座前 但是这个施恩座是在什么上面 施恩座是在这个约柜的上面 是一层盖子 那么你看约柜的底下 这个里面有什么呢 这个西伯来书里面有讲到 说什么 有这个玛拿装在这个金罐子里 这个玛拿 玛拿是代表什么 玛拿是代表天良 那么这个天良又代表什么呢 就是神的话 就是神的话 所以说呢 主耶稣基督在他身 这个在地上行走的时候 他跟犹太人说呢 他说我的肉可吃 我的血可喝 所以当时很多这个 跟随他的人就说哎呀 这个话太难了 你叫我们做吃人的 吃人肉的 喝人血的 这个怎么能做 因为那时候他们不懂得 属灵的旨意 主耶稣就是说 我就是天上的良 那么这个怎么吃呢 因为他就是神的话 那么神的话是在哪里看得到呢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说什么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那么在原文翻译出来的意思说 太初有话 话与神同在 话就是神 所以说你看太初有话 就是在开始的时候 就有神的话 话与神同在 那么你看了有话 又有神 而且话与神同在 你看的是两位 那么话就是神 那就合得一位 所以说呢 这个话要 这一句的话 要是你没有神的启示 我们看不懂 一会是一个 一会两个 一会又合为一个 那么所以说呢 主耶稣说 我就是天上吃的良 我又是神的话 所以神的话什么 就是什么 就是灵就是生命 这是在约翰福音里面 所讲到的 所以说呢 这个约柜的盖子上面 要是打开了以后 这个就往里面 底下去的话 就有什么 是由这个马拿 马拿代表神的话 那么这个神的话 这个马拿放在约柜里面 你看经过几百年 几千年 它没有坏掉 这是一个神迹 第二个是什么 这个一个石戒 那么这个石戒 代表什么呢 这个石戒 是代表神的话 神的这个律法 你看这个石戒 是什么刻在石板上 所以说以色列 在旧约的时候呢 要打死一个人的时候 有的时候怎么样 是用石头把它打死 为什么呢 石头代表律法 是又冷又硬的东西 所以律法里面 不讲情面 只有讲什么样的 你犯了错就该怎么处置 就怎么处理 这个所以说呢 你看它有什么 有亚伦开花的帐 它有一个亚伦开花的帐 这个帐是代表权柄的 那么这个权柄 是为什么会开花呢 这个帐上就表示说 这个帐的管教和带领呢 会为我们结出生命的果子 是一个活着的 所以这个神的权柄呢 虽然他管我们 带领我们 甚至于孩子不听话 他也会鞭打的 但是什么 最终是要结出一个花 就是什么样的 就是生命要 可是是一个生命 可以把它结出来的 那么你看 所以说呢 但是怎么样呢 你看这个杖也好 这个石板也好 这个律法也好 那么如果说一个人呢 在神的施恩的时间呢 神会给我们一个很长的 一个什么样 恩典期限 这个在英文里面叫什么呢 这个叫做grace period grace period 这个grace代表什么呢 就是恩典 这个period呢 是代表期间 这个代表期间 那比如说在美国 付这个房贷 房屋的贷款 那么比如说 它是1号 要31号或30号 你要把钱付进去 但是呢 他又给你一个恩典的期间 就是万一你出差了 或是万一碰到放假了 或是周末的 这个邮局不开门 你这个钱的放在信封里面 放在油 这个油箱里面以后呢 过了三四天以后 那个油 那个三天以后呢 这个第四天 这个油才会来 把他这个信取走 来寄过去的话 尤其是碰到 有时候很多大截 这个信件特别多 他可能没有办法 按时候到 所以他给你 再给你多的十天 那么这个多的十天 叫做恩典期间 那为什么叫恩典期间呢 就表示说你不配得的 因为本来是月底的时候 你就要把钱交出来 而且到我们这个银行来 但是呢 为了方便你有时候 怕有事 或是过节休假的时候呢 你可能来不及 或是忘了 我再给你十天的时间 只要我在这个 这个下一个月头十天 能够收到你寄进来的这个钱 那就不算 也不罚你 也不罚你的款 但是呢 这个时间本来不是该给你的 是我们银行的恩典 你的钱本来是 前一个月的月底 就应该交进来 叫做grace period 就是恩典期间 那么同样的 神也是给我们这个恩典期 那么你看 神在旧约的时候 给我们恩典期 又给多久呢 神告诉亚伯拉罕 说你和你的后裔 要到埃及为奴四百年 然后怎么样 我会把这个 你的百姓会带上来 因为什么 迦南人的罪还没有满盈 迦南人的罪还没有满盈 那么你看迦南人 在这个考古学里面又发觉呢 他们有杀人献祭 他们拜摩利 那么他有拜巴利 他们有拜这个亚瑟拉 那么你看了以后 以色列人的这个也是这样拜 那么那你看 他们还有杀人献祭等等等等 那么在这个神 没有跟亚伯拉罕讲话以前 那么这个迦南人犯了多少年的罪 所以圣经并没有记载 我相信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 那么又给他们怎么样 说你的后裔要到埃及为奴四百年 就是又给迦南人四百年 那么我们也知道 当以色列离开迦南地的时候呢 在旷野里面就走了四十年 所以最起码是四百四十年的时间 所以神又给了迦南人 有四百多年的时间 叫他们回转 所以说你看神的这个恩典七 真的是非常大 真的是非常大 所以说呢 在这种期间的时候呢 所以说神怎么样呢 神就是说呢 给以色列人一直有悔改的心 如果说是你过了神的恩典七 到下面去什么 就是这个约会里面就是十板 十板就是律法 那么神的这个律法就会来到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是怎么样呢 在去年九月和十月的时候 神就跟我讲了 他说呢 这个现在开始进入大复兴的 这个时间表开始转动了 在天上开始转动 那么神在跟我在一起十年以前就讲过 他说这个等到我的大复兴来到的时候呢 这个超过你们地上所有的人所求所想 超过你们所有的人所求所想 这是神最后一波的什么 恩典的收割 那么这个收割过去了以后会有什么呢 就是怎么样 恩典七过了以后 后面就是审判 审判是什么呢 你们在讲启示录就可以看到 启示录就可以看到 当时这个狄基督呢 他是怎么样出来迫害这个世界 那么神就会允许狄基督的时间进入 那么狄基督时间已经启动了 但是呢最后那个狄基督呢 要出来坐在这个神的殿中 自称为王 神正在往后还在延后 他希望给他的教会有一个时间来复兴 所以说呢这个学校的成立呢 跟这个父亲是有关系的 为什么呢 因为神要培养他神国的人才 这个一般的神学念 念了很多的这个所谓头脑的知识 而且对圣经有很多的批判 怎么批判呢 就是说这本书是谁写的 那本书是谁写的 那写这个以赛亚是有几本的作者 有多少人到底是不是以赛亚写的 哪几章是他写的 哪几章可能是别人写的 而叫大家来批判 那批判到最后呢 这个有人曾经说过这个 我不晓得是不是笑话 但是他们就说了 在美国呢 近大一年开始念到神学院的时候呢 80%能相信有神 等到大四毕业的时候呢 只有20%还相信有神 那我不知道这是真的事情 还是一个笑话 可见的呢 从这个话里面显出来 就是当个圣经批判的过多的时候呢 你对神的一个信念都可能会减少 但是我不说神学院不好 神学院也有教导很多的一些圣经 也有给了原文的注决 怎么样去牧养学等等等等 都是很需要的 那么但是在这件事情呢 我觉得神为什么要兴起初 要使用神学呢 就是在末后的日子呢 要用神迹意识 见证我们所传的道 那是靠什么来着 有神迹和意识 就是靠神的灵 这个不靠权能 不靠势力 唯有耶和华的灵方的城市 所以到末后的日子 神所要的福祉 不仅仅是有神学的根基的 也需要什么样 有神学 有圣灵的能力 因为你要看到 这个教会被创立的 开始的时候是什么呢 是从这个使徒行在 一开始就是圣灵的工作 所以说现在什么讲 灵恩派 福音派 什么基要派 这个东西都是人所说的 圣经只有教会 只有一个教会 教会本身就要彰显基督的能力 主耶稣基督说过 他说不但你们要做 而且比我做的更多 那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 我做神迹意识 你们也要做 而且做的比我更多 所以在一个教会里面 传福音有神迹意识 是正常的 没有神迹意识 是反常的 我再说一遍 在一个教会里面 正常的教会 有神迹意识是正常的 没有神迹意识 是反常的 我不是在强调神迹意识 神的话必须要做根基 但是除了根基以外 还要有能力 所以神的国不只在乎言语 也在乎全能 也在乎全能 就是说你将你 就是说我们讲我们的 耶稣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带了 耶稣的能力出来服事 否则这个世上 很多其他的宗教 你讲你的耶稣 他讲他的神 但他到底哪个神 是有能力的 那么我曾经看过 一个宪制 他是一弹琴 他是敬拜 他一弹琴 他就开始发预言 而且神的医治 释放等等 就在他敬拜当中 就成就 有一次他到中东 去服事 那么到中东的时候 他们就在一个 山顶上 一个山丘上面 就见了一个 敬拜赞美的台 因为有办退学会 那么有些 中东的这些基督徒们 就开始聚集 那么他们在唱歌 这个欢唱的 在这个山下 这个山丘下面 有一个回教的 这个寺 那么有些 这个回教的一些人 就是好奇 就跑到他们这里来 跑到他们这里来的时候 有的这个回教的 这个家庭里面的孩子 这病就得了医治 就得了医治的 那么后来呢 这个就很多的回教徒 就上来参加他们的聚会 后来呢 回教的这些 这个教会的 这个长老们知道以后 就很生气 就上山的 把他们的这个讲台给砸了 他们呢 怎么样呢 他们就这个离开了 但是怎么样呢 有很多回教徒 因为病得了医治 就在那里怀疑了 说我们信的 信对了没有 为什么基督教的神 可以做这事 而我们这个 回教的这个神 却没有 却没有看过这种事情 所以说你看 在末后的日子 神是什么样 不仅仅要有头脑的知识 还有什么样 有手上带着神的恩高和能力 所以说你看 这就是为什么 我在一期结束 在这个今天讲一下 我再去重复一遍 关于以前的事情呢 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这个原因 那么这个在这里 为什么呢 因为你光是看着 耶和华的审判 你会觉得这个神 是非常残酷的一个神 但是你知道 这个审判明道的时候 已经经过几百年的时间 一直神借着 他的先知仆人 去跟以色列讲 悔改的信息 以色列讲 听了到最后 都觉得是个笑话 我们仍然可以 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情 他仍然会祝福我们 所以说这就是怎么样的 人就得意忘情 最后神的话语才下来 所以说呢 在第六章一开始呢 一期结束 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 这个话临到的意思呢 就是说呢 在旧约呢 很多的先知是这样子 他们受感发言 那么说 他说话临到我 就是神的灵 突然感动他 他就开始说预言 说预言 所以说呢 这个先知启示的预言呢 应该是叫受感发言 才对 那么这个话 这个在原文是叫什么呢 叫做这个 这个 现在我一下 忘了想起来 这个叫 这个就是说 就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泉源 就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泉源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受感发言是一件事 你还有从腹中流出 就是你里面存了很多 这个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泉源 在希伯来文叫做Nabi 我刚刚想起来叫Nabi Nabi的意思呢 就是从你的里面就 一直出有 神的话也就出来了 表示你从腹中呢 充满了这个神的话 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你突然 圣灵感动你 你就开始发预言 那么在这里呢 以希伯就是什么样 神的灵突然降在他身上 他就开始受感发言 说怎么样 以色列种山呢 要听主耶和的话 那么这个种山是什么呢 因为以色列那个地方 是这个犹大那个地方 你要仔细看以色列呢 很多的丘陵 很多的山区 也不是说很高的山 但是呢 都是说高远 就是说有小的高的 其实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 就是建在这个一个高 一个山丘上面一样 山丘上面 那为什么呢 因为山丘呢 在古时候呢 你建的城堡在上面呢 是这个 你很容易防守的 比这个 对方要攻你就要很花力量 因为他一个要养攻 二个你有城墙 所以这个高度就差很多了 那么这个 讲到以色列的种山呢 就是讲到以色列 这些尊贵的人 也是讲到他的种城呢 他说你要听主耶和的话 主耶和对大山 小岗 水沟 山谷 如此说 我必使刀剑临到你 必使刀剑临到你们 然后怎么也必毁坏 你们的丘坛 那么这个丘坛是什么地方呢 就是以色列在那个时候呢 他们在很多的高杆 高杆上面的这个树底下呢 就开始建这个丘坛 丘坛就是在祭拜的 祭拜的是什么呢 他们有的是祭拜仇敌 有的是祭拜自己神 有时候自己想祭拜耶华 就在这里杀牛羊献祭 就没有到耶路撒冷去 那么神讲过 他说你们要是 要在耶路撒冷的大军方的城 来纪念 所以这个丘坛呢 变成什么呢 是不合法的 而且更糟糕的 有的是在丘坛上面 纪念什么 他们在那里 给耶华献祭 也给偶像来献祭 所以说那个坛 是一个被占物的坛 所以为什么神在以前 告诉他们说 你们不要自己去弄 你们要到耶路撒冷去 耶路撒冷干什么 这是分别为神的 那有什么 有神的祭祀在那里 昼夜一年的 每一年都在那边 守在那边 所以那个地方 是分别为神的地方 那么所以说呢 他说怎么样 我要毁灭你的这个丘坛 就是说我领许 战争跟流血的事情 会领导 那么战争跟流血的事情 会领导 那么还有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 这个你们的祭坛 必然荒凉 你们的日向 必被打碎 那么我要使你们 被杀的人 倒在你们偶像面前 那么那个时候 是有什么样的情况呢 有很多人呢 在那里呢 就是说给这个 拜的有日向 那么还有拜的是什么呢 拜的有其他的 不同的地方 那么他们那时候 拜的有些什么样的神呢 一个是亚瑟拉 那么这个在中东的时候呢 有些什么样的神呢 一个是叫L 这个EL 这个L是代表全能神 所以说呢 在这个念这个神的 这个话语的里面呢 有讲了什么呢 这个全能神 那么除了这个基督教 也用全能神叫 El Shaddai El Shaddai 这个Elohem Elohem是这个神的 这个位格的附属 这个EL呢 这两个字是代表能力 代表能力 那么他们这个外邦人 也是用EL 这两个代表什么样 就是创造天地 宇宙万物的主宰 那么那么他还有一个 这个神 一个女神叫做亚瑟拉 叫做Ashra 亚瑟拉这个神是什么呢 他们认为是一个 大地之母 那么这个天下雨呀 什么蔬果长得好了 牛羊那个繁殖盛了 或者说你那个希望 自己的人口 这个国家里面 人手真多呢 他们都是来这里 拜这个亚瑟拉 那么亚瑟拉跟El 这个两个是什么呢 好像是一对夫妇一样的 好像众神呢 知父之母 众神知父之母 那么这个亚瑟拉呢 就给 这个后来就生了 很多的其他的神 其中的一个就叫巴黎 那个这个巴黎呢 也是讲的很有能力的 也是什么样的 在迦南人的这个地方呢 认为他也是一个 什么样的丰盛的神 好像跟他的母 这个亚瑟拉一样 就是说你要丰盛的话 你就拜这个巴黎 那么糟糕的是什么呢 就是根据他们的这种传说呢 就是亚瑟拉 就是他的这个巴黎的母亲呢 后来跟巴黎两个人在一起了 你看这就是一个乱文的 所以说这一开始呢 这个他们所拜的这些假神 这个外邦之神呢 就是一个淫乱的神 就是一个淫乱的神 而且他们怎么样 还会用什么样 用小孩子来什么样的 这个去杀 杀婴孩来献祭 杀婴孩来献祭 所以说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呢 又拜了什么 又拜了日神 又拜了什么 各式各样的神 外邦的神 他们通通在那里拜 那么我们也晓得 在以西节的后面 他们就看见 在耶华的圣殿中呢 神把以西节的灵 提到耶华的殿中 看了什么样 他们圣殿的里面 都刻满了假神的名号跟形象 所以到最后怎么样 以西节就看了 耶华的灵呢 就是一一不舍的 从内院到外院 从外院在这个 从这个至圣所到内院 从内院到外院 再从外院怎么样 再离开 你们看见了 这个神的灵 当时离开 是一一不舍的离开 因为怎么样 圣洁的神 不能跟这些脏的东西在一起 所以说你可以想象到 神的好像什么样呢 就又指的以色列是淫乱 这个淫乱不仅仅是指肉身的淫乱 更是指属灵的淫乱 为什么呢 你把你的爱情 没有给耶华一个人 你给了他什么 假神就是你又找了 好像神呢 就是用这个 用和西亚来表示呢 是什么呢 就是要 为什么叫和西亚取妓女为妻呢 那么就是说 神就说 这个你们以色列是 我把你聘你为我的妻 我跟你们讲什么叫属灵的淫乱 你们不懂 我用属世的淫乱来比喻属灵的淫乱 你们在我以外 再去拜别的神 就好像你们在我以外 再去找别的男人一样 所以说你看到那个地方 你会觉得这个心里面 是非常难过 神的心里面是极其难过 就好像呢 他的百姓给他戴了绿帽子一样 而且怎么样 屡劝都不听 那么所以说 神的审判来到的时候呢 他说怎么样 在你们一切的住处 诚意要变为荒场 秋坛必然气凉 使你们的祭坛荒废 将你们的偶像打碎 你们的日向被砍倒 你们的工作被毁灭 就是说一切都会被毁掉 被杀的人必倒在你们中间 你们就知道我是一海话 那么在前面的时候 我们查第四第五的时候 就讲了三分之一被杀掉了 杀掉一三分之一的 这个恶死在城中 三分之一被赶散到列国去 你们分散在各国的时候 我必在列邦中使你们 有剩下脱离刀剑的人 就是说呢 你们虽然被杀 被饿死 被赶出去 被俘虏 但是我还会使 有些少数的人 存活下来 脱离刀剑之人 在所 掳到各国中纪念我 为他们心中的 何等伤破 是因为他们起的 银心远离我 眼对偶像行邪淫 什么叫眼对偶像行邪淫 就是将他们的爱跟崇拜 敬拜给的这些偶像 而在神的眼睛里面看 你就是在行淫乱 为什么呢 所以说你看 其实在信约里面讲 他说什么 你们心中若对一个妇女 起了淫乱 就是犯了奸淫 所以说呢 这个淫乱呢 在这个神的眼光里 你看 不只是你们肉身 要在那里行这个淫乱的事情 你们的心思意念出去的 出轨的时候 都是在行淫乱 都是在行淫乱 所以说呢 一个我们要服侍主的人呢 我们的心思意念 统统要被对付 统统要被对付 而不要说说 我没有行淫乱 但是我的头脑 已经在那里想了 不三不四 不干净的东西了 那个也叫行淫乱 你这个也许没有偷压抢压 但是你的心已经犯了贪婪了 这就算什么样 也是罪 所以说你看 我们在旧约是指的 你不要外面行一些犯罪的事情 在新约布进 你是不要 你外面不要犯 你心中也不要犯 心中也不要犯 因为神审判的 不只是你我的行为 神也审判我们的动机 也是审判我们的动机 那么所以在这里的意思说 说什么呢 就是神的审判 要临到这个世界 就像我一开始讲的 这个恩典一过去以后 就是审判会临到 那么这个审判 要临到的时候呢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回转 我们回转的怎么样呢 我们的这个起的淫心 就是在第九节说 因他们起了淫心 就是我们心里面 对这个世界的贪恋 对什么钱财的贪恋 或是对什么东西贪恋 那都是淫乱 都是败偶像 因为那个东西已经取代了神 所以说呢 我们在末后的日子 是什么样的 我们不能被世界的东西 所捆绑 你说我这个过的生活很好 我就是跟我的太太 我们两个人 我们没有小三 但是你心中里面 有没有崇拜过其他的东西 有没有说是非常崇拜这个财产 有没有说非常崇拜豪宅 有没有非常崇拜这个 所有什么世界的民啊利啊等等的 这都是起了引念 你知道我的老大 曾经在这个小学的时候呢 就把一个这个火龙珠的一个 那个卡通片的 这个男主角的这个画像 就贴到他屋子里 有一次呢 他在外面 我带人家请他 为人家 有请一个先知为他祷告 那个先知就看到说 在他的屋子里面有一个画报 上面有个小孩 说神不喜悦 叫他把他拿下来 我回到家里面的时候 我就跟这个孩子说了 我说 你把这个画像拿下来 这是一个什么样 这是一个偶像 他说爸爸 这不是偶像 这不过是一个小孩子的图画而已 结果圣灵就感动我 说你问你的儿子 说这个小孩子 图画里的小孩子 对你来想是什么意思 他没有回答 他就直接想 这个小孩子就是我心中的偶像 他就讲出来了 他一讲出来我就笑了 我就什么 一方面是笑神给我的这个智慧 我说好好好 你自己说是你的偶像 你现在把它拿下来 所以说你看 我们拜那个偶像 不一定是那个的确 什么什么偶像 摆的那才叫拜偶像 你心中任何爱慕一个东西 超过你爱的神 那就是偶像 偶像的意思就是取代了神 就是取代了神 那么所以说你看 神就说你起了你的淫心 所以我们到末后的日子 神要在没有来以前 他要做一个分别的日子 他如何在旧约里面分别 这个以色列跟这个创世纪 这个出埃及记跟创世纪 我讲过出埃及记就是什么 英文是叫做Exodus Exodus的意思翻出来就是 to exit 就是要离开 要分别 所以说神做了创世纪以后 马上就说你后面要怎么样 你要跟这个世界有一个分别 有一个分别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上 我们也要分别 我们的分别不仅仅在 我们的外面行为上有分别 我们在心里面也要有一个分别 所以说在新约里面说 我们心中受了割离的 才是真的割离 就是你在心里面 有神与神立了一个约 永远跟随他 所以说你看 这个眼对偶像行行 就是说你所看见的 你所喜倦的东西 那就是你的偶像 你就一天让我去想这个东西的时候 那个就是等于想行邪营 所以我们在末后的日子 真的 有很多属世的东西 感谢神 有很好 神的祝福了你 但是你不要为神的这个祝福 就忘了赐福的神 这是最让神伤心的 很简单 就是你有儿女的 如果是你的儿女 来在你面前 只是跟你要钱 其他都不管 你过年过节都不跟你打招呼 也从来不打电话回家 我只要唯一打电话回去 就是跟爸妈 我跟你要钱 我想这件事情 对一个做父母的 一定是非常伤心 难道我就是对你来讲 就是一个钞票吗 同样的道理 神是一个爱的神 神是一个爱的神 那么所以说呢 在这种情形之下的时候呢 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就是要行这个事情的 这个不能行耶和华 所这个严重抗为恶的事 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 我要使这灾祸 临到他们身上 并非空话 主耶和华如此说 你当拍手顿足说 挨灾 以色列的家 这个以色列家 行这一切可证的恶事 他们必倒在刀剑 饥荒和瘟疫之下 那么这个刀剑是代表征战 这个饥荒很简单 没有吃的没有用的 瘟疫 你看看现在这个世界 是不是这样子 因为世界的时间 已经快到了尽头了 一方面你看着 神的恩典会更大 二方面什么样呢 这个恩典期过了以后 这个灾瘫 这个审判就会更大 刀剑是代表战争 所以说主耶稣基督 在新约里面讲的是什么呢 他说呢 到那个时候什么 你们必要这个听到 国要攻打国 民要攻打民 这都是什么样 这是什么样 这个产难的开始 产难的开始 你知道产难是什么呢 你做母亲 你生过孩子 你就知道 这个产难一开始 什么有阵痛 有阵痛 这个阵痛是什么意思 你阵痛完了以后 你会休息一段时间 然后呢 在这会有第二次阵痛 那么当孩子慢慢要生出来的时候 这个阵痛就越来越剧烈 时间就越来越长 到最后怎么一直到孩子生出来 那么你看神比喻这个灾难到末后的日子 他是用产难 他为什么要用产难呢 虽然这个产难来讲 对母亲来讲 对这个世界来讲 是一个非常辛苦的 就是灾难越来越多 越来越剧烈 但是怎么样 会有一个新的生命出来 一个新的盘望 就是神的果要临到这个世上 所以说现在这个世上 为什么神叫我们查考这些先知书呢 这些先知书不仅仅讲了 当时以色列所受的审判跟灾难 跟神所期望他们的悔改 这个在末后的时候 我们也是一样 第十二节 在远处的必遭瘟疫而死 在近处的必倒在刀剑之下 那存留被围困的 并因饥荒而死 我必这样怎么样 在他们身上 沉着我怒中所定的 那么在远处的意思就是 其他各地方会有瘟疫的 什么这样在近处呢 就是有刀剑有征战的地方 那么剩下的什么 会因饥荒而死 所以说在末后的日子 会有这些什么 看到起书里有黑马 有灰马等等等等 这些东西都代表疾病死亡 第十三节 他们被杀的人 倒在他们祭坛四围的偶像中 就是各高纲 各山顶 各清脆树下 各茂密的树像树下 乃是他们献清香的记 伸给一切的偶像的地方 那时他们就知道 我是叶尔华 那么这句话 对我们讲 现在的人讲是什么呢 就是那些贪恋世界的 贪恋这世界 一切他们所崇拜的 有的是羡慕民心 有的是羡慕地位 有的是羡慕金钱 有的是羡慕生活米烂 灰金如土 那怎么样呢 这些人怎么 必死在他们的罪中 所以到末后的日子 什么 我们跟世界要有一个分隔 你说我们还活着世界 怎么跟世界有分隔呢 就是你的行为 心思一年 不能按照世界的行为 心思一年而走 你我在这个方面 要跟这个世界 有一个分隔 没有这个分隔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进到 神所要你所进到的地方 为什么 身上生命是脏的 生命是脏的 被玷污了 所以说呢 人若非圣洁就不能见神的面 所以在末后的日子 神为什么将他的灵 倾倒下来 大大的倾倒呢 就是他知道在末后的 什么样 这个 这个逼迫也是大的 所以他的灵就大大的倾倒 在我们当中 好 叫我们的信仰 不仅仅是只建立在 别人跟我们说的 而是你亲自经历过神的 而是你亲自经历过神的 你就像吃一道很有名的菜肴 你不管听人家怎么说 怎么好吃 你非要吃的那一口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个菜 为什么在这边那么有名 而那个时候 有任何人跟人讲说 没有这道菜 这个菜是假的 是传说而已 你说 那不会 我吃过这道菜 就像新约说 那尝过神美好的滋味 尝过天恩滋味 如果尝过天恩的滋味 就不能再弃绝神了 所以说呢 这就是神为什么 在末后的日子呢 要将他的灵 大大的浇灌在我们当中 而且有神机一时 见证你我所传的道 到后来怎么样 好使我们怎么样 能够见证神的名 好使这个世界上 有一个大的丰收 那么当神在审判 这个世界的时候 什么样 人的心才会回转 开始转向 为什么地上的门都关了 我也往天上取的门 是开的 那么所以在美国呢 在2008年的 这个经济布景期 这个金融大海啸的时候呢 教会就开始爆满 教会就开始争动 为什么呢 人没有工作了 没有办法了 那怎么办呢 只要求告神 原来呢 工作很忙 有了钱以后 周末就是去到各处去玩 享受他们在工作上 所得的这一切 却没有将荣耀都归给神 当神把他们的工作拿去 都是他们说 没有办法 我必须要来这求告神的时候 他们才想起来 到神的面前 你看 这个人的尽头 是神的开始 所以神允许这个世界 到一个尽头 乃是做他的国的一个开始 好叫人 还有机会回转 归向他 所以我们在这里 看见神的这个心啊 他并不是想要 惩罚降灾去杀戮的神 他若受专心为己 只要将我们的气 受灰 凡有血气 都必灭亡 所以说呢 神给我们这样做 一方面是我们自己 该得的这个世界的 这个审判 因为我们一直没有悔改 而第二个是什么 给这个世界一个机会 叫神 叫人能够来寻找神 好叫神 也能够来遇见人 好 那么今天呢 本来是要查两张的 但是呢我就讲到这里 那么我们下面呢 就交给这个 这个波饼 波饼 好的 好 各位弟兄姐妹 好 我们现在 来进入波饼 大家准备好 饼跟杯 在身旁 准备好 我们来看一下 稍微等一下 好 我们来把 有圣经的拿起 圣经也可以 没有圣经 看着我这个 PPT上的这个经文 也可以 从哥林多前书的 11章23节到32节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 原是从主领受的 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拿起饼来 注谢了 就拨开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你们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 这杯是用我的血 索利的新约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你们每逢吃这饼 喝这杯 是表明主的死 只等到他来 所以 无论何人 不按理吃主的饼 喝主的杯 就是干饭主的身 主的血了 人应当自己 醒茶 然后吃这饼 喝这杯 因为人吃喝 若不分辨 是主的身体 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因此 在你们中间